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月子月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炒粉絲 炒粉絲是要很乾身的 其實是有少少技術的 很多人都誤會了 炒和炆是一樣東西來的 其實不同的 因為炒粉絲是要乾身一條條 如果由水分收乾的那些叫炆粉絲 就沒什麼意思的 其實就可以加些叉燒 瘦肉下去炒的 這樣就比較好吃的 但是呢 我今天想做一個齋菜的粉絲 三絲炒粉絲 蘿蔔絲 冬菇絲 蛋絲 加醬油 和一些鎮乾醋就可以了 簡單一點 蠔油鮑魚汁我都不加了 很方便 馬上做給大家看 冬菇當然要處理 如果你是未做好的 最快速的不用煩 用滾水浸一浸 放進微波爐 兩三分鐘再浸一浸 就可以了 不用太麻煩 我發了 我就拿出來用 現在就可以馬上用 冬菇 我們炒粉絲 其實要浸一浸水 我們用60度的水 因為我是熱水爐 現在可以去到55度 所以就可以了 我今天就炒四摘這些粉絲 粉絲要買一些好一點的 盡量買一些綠豆粉絲 綠豆粉絲 我當時起初一 南乳粗齋 那些一堆的就是綠豆粉絲 這些都OK 但有些不是綠豆的 炒出來是粒粒粒的 有些人都不懂 這樣浸一浸水 在浸水之外 我告訴大家 可以加一些老抽 讓它上色 沒有什麼味道 但有色素 讓它浸一浸色素 乾了水之後 有一點金黃色 它比較漂亮 是沒有味道 讓它浸透水 刨完一條條 你看看手 都是好看的 這個是在十二元店買的 挺大的 挺有趣的 是OK的 刨完一條條 它的薄薄的 也有節省功夫 現在就切絲了 這些都是絲 方法有很多種 不過做那個要像那個 蘿蔔絲 切好了 現在輪到冬菇絲 用冬菇絲 東西是一樣的 其實你這樣也可以當它為絲 這樣切成一塊塊都可以當作 當作是絲都可以 其實我們做好一點 又是切又細一點 有時在家裏煮的 做到就做 這樣就沒有什麼口感 其實不是的 它黏在粉絲上就容易黏一點 如果你不切得它又細一點 這些都不夠幼細 切得它又細一點 它一塊塊 變成就不能融合在粉絲上 條條都切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現在我們要做蛋絲先 煎雞蛋 加少許油 不用太多 煎一煎 待會切絲就可以了 蛋絲 OK 簡單 我們現在過來這邊切蛋絲先 切蛋絲先 先打橫絲 這樣就是一條條絲 又細一點 希望可以融入在粉絲 但是要做得好的 就要花點心思 一條條絲 一炒起 一條條絲 好 轉頭就馬上可以炒粉絲 老抽浸過之後 拿了四個 這些還未浸的 大家看一下 已經金黃色的了 大約都是浸四個字都OK的 瀝一瀝水 待會要拖一拖水 拖一拖水 拖一拖水就容易炒一些 現在我過來拖水 煮少許滾水 剛剛煎雞蛋有少許油漬 都不要緊的 拖一拖就可以了 把粉絲拖一拖水 我又要拿過來 可以了 拿過來 現在倒出來了 現在可以了 瀝乾水 一會兒瀝乾水 讓它瀝乾水 立即可以炒粉絲 炒粉絲之前 我就要弄一弄雞粥 這個白粥 這裏有半隻雞 這些三黃雞 放進去 很棒 給大家看 因為今天我是皮蛋雞粥 那些皮蛋很喜歡吃的 加些薑絲 比較香 皮蛋 還有薑絲 加少許油 也要的 炒這些 粉絲 不是那麼複雜的 你不是炒 整個小時 炒什麼 全部好了 先兜兜這些 不斷爆香 這些 金筍絲 豆腐絲 豐富 炒一點 火風 就很棒 這些粉絲 可以乾鍋 雞粥 開始滾起了 小心點 一滾滾的時候 都要變成我死 好 把這些粉絲 放下去 沸一沸 什麼就是沒有 一條條 是不會黏起來的 現在放水去燜,收乾就可以了 不過是燜粉,很多時候 乾和炒都不太明白,為何會不清楚,很奇怪 現在放一點醬油,大約一湯匙都可以 放多一點,是鹹的 放一些鎮乾,一湯匙 喜歡吃的放多一點 很多時候炒菜都要用筷子炒 看到粉絲是一條條的 簡簡單單 香噴噴的,你看看 多爽,要告訴大家 這些才是炒粉絲 本身只是醬油和陳醋味 放少許多糖,我最喜歡 帶動所有的味道 半斤這些糖,不放也可以 記住,不放也可以 你看看,鑊沒有黏底 炒到鑊黏底,不是炒 所以炒多久都可以,不黏底 要分清楚 剛才的蛋絲,現在放進去 炒一炒就已經可以了 多漂亮 蘿蔔絲,和冬菇絲,和蛋絲 現在就可以混合在一起 現在可以試一下 大家要看看色澤 多乾身 現在其實是想得的 不過我建議大家 都用少許回鑊油 不要鹽多油,少許 入口是不同的 加入少許油 可以片段 加入少許油 kadar Teresa 比較好 有時候很多人都說 真的肥油 因為不是 這些回鑊油 非常快 即刻粉絲不同 這動作並不重要 距離afood 你應該要自己控制 這些魚真的不一樣 非常快 可能是韹葱 會否這樣 持續��는粉絲很 clearly 一條條 好, 現在拿過來上 好了, 三絲炒粉絲 真是簡單單的一個素 雞蛋我都不太知道 多簡單, 四個粉絲而已 這個OK的, 多棒 融合在一起 最重要是知道 有時炒這些 鬆還鬆 粉絲還粉絲 根本就是不行 融合在一起, 味道很好 很簡單, 豉油和小陳醋 你不吃醋的就不要放 真是不得了 我現在拿出來再跟大家說 來了 這個炒粉絲 大家看到了 炒和炆是有不同的 一條條 先給大家看一下 一條條是分開, 層次分明的 不會立即的 記得拖拖水 浸息, 還有你看一下 味道是不得了 旁邊這鍋是雞粥 今天開心死我了 雞粥炒粉絲, 還有西蘭花 色炒 用一點點雞蛋絲 甘筍絲, 冬菇絲 要肉的自己加 加一點芫荽 更好吃 哇 漂亮呀 漂亮了 拌勻, 香噴噴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個炒粉絲 這個 女兒是喜歡吃到肥 所以你也知道我們喜歡吃粉絲 應該這樣說 太好吃了, 謝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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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再 becomes поним�� 好, 看 opted 拜拜